我們看看這題目 對第一小題第二小題 分別求甲乙兩組數據的平均數 標準差 及兩組數據合併後的平均數 標準差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甲組數據 乙組數據 那我們在習題四之一 挑戰題第四題中已經算出 甲組這一組數據 它的平均數為2 標準差為 根號三分之二 那麼現在 遺囑的數據呢我們發現 它跟甲組的數據有 這遺囑數據等於 甲組數據的兩倍 然後去減二 因此呢遺囑數據的 平均數 會等於 2乘以 甲組數據的平均數 去減二 減二呢不影響標準差 所以呢遺囑數據的標準差 會是甲組數據標準差的兩倍 因此在這裡 我們直接算出 以一組數據的平均數為 這是2乘以2 去減二 那麼算出為2 那標準差呢 是甲組數據 標準差的兩倍 那麼我們把加以兩組數據合併之後 重新做計算 那麼 平均數 為 2 標準差為 根號 3分之五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2小題 甲組數據 123 一樣 然後這是遺囑數據 456 那麼 由這裡我們得知 遺囑數據 跟甲組數據的關係 有 這遺囑數據 是 甲組數據 去加3 那麼 有這關係是 我們就得知 遺囑數據的 平均數 是等於 甲組數據的平均數 去加3 而加3 不影響標準差 所以呢 我們得知 遺囑數據的標準差 會是甲組數據的標準差 所以呢 我們甲組數據 平均數為2 標準差為 根號 3分之2 那麼 遺囑數據的平均數 就是 2加3 這是5 那標準差呢 跟甲一樣 這是根號 3分之2 那麼把數據 合併之後 那麼重新計算 我們可以算出 這平均數 是3.5 標準差為 這是根號 12分之35 這個答案